! 嗨嗨! 歡迎回到《閒言閒語》 我是廷賢 今年中國賀歲黨最吼紅電影 莫過於賈鈴的《熱辣滾燙啦》 他在不借助替身的幫助之下 為角色增重再減重 被大眾誇戰非常的勵志 但有一股批判的聲音卻認為說 這個是過度評銷 到了無底線的程度 那演員本來就是要消化劇本 在演藝符合角色的標準 那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是如何定義 《真演員》呢? 中國有一檔綜藝《演員的誕生》 是用最貴的藝人資源和時段 來探討演員的使命是什麼 節目導師張子儀就已經說過這句話 好的演員是需要敬畏的 因為他把所有的情緒、身體和心靈 都奉獻給了那個角色 那影視作品中的角色 人設可以千變萬化 風采可以各有千秋 但是最終的成績效果 都是仰賴於演員的自身氣質 以及演技 那我這裡舉個例子 秦蘭近年來的影視形象 總是柔和大氣的 這是歲月賦予他的端莊跟穩重 對周遭世界以及自我內心懷有的接納感 所以不難發現 他塑造不同時代的身份和角色 都可以喚起觀眾的功名 在《環珠格格3》裡面飾演織化的他 雖然只是一個初出茅座的新人 卻能將角色的柔、吃以及狠 發揮得淋漓盡致 像《關於唐醫生的一切》 《傳家怪你過分美麗》以及《閃耀的他》 其欄都能展現出行業精英的信念 冷靜和嚴謹 還有當代女性的得失、情緒以及感受 另一邊香 在綜藝打轉的魏大勳 儘管有超過50部的作品 但因為在綜藝圈粉 就往往讓人遺忘了 他其實還是一名演員 直到2023年終於脫胎換骨 在《我的人間煙火》裡 壓抑音質的孟彥城 卻讓大眾看到了他作為演員的素養 大家紛紛感嘆到 常被大家調侃很醜的魏大勳 其實能夠飾演高冷霸眾 壓抑和克制的情緒 儘管戲份被大砍特砍 但是他的討論度依然高居不下 因為他用演技把自己演成了孟彥城 才能讓這個角色成功出拳 另外 宋楠楠也在《演員的誕生》節目中強調 演員你用技巧演給我 讓我看技巧 我用技術看你 你用真心演我 我就用心看你 讓我看不見技巧 就好比今年在綜藝 廣告和戲劇表現還不錯的 《火箭少女101》的前從源楊超越 但他在從此的戲份裡 表情演藝上難以共情 這是他生氣的表情 這是他震驚的表情 黑化的表情 還有崩潰的表情 有史可見 他的五官控制 會喜歡用動眼跟皺眉來演繹 所以導致情緒經常不到位 千萬別忘了 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能不能記得起大衆的評判 關鍵還得看演員們的個人造化啦 我是廷賢 我們下一次再見 掰掰